車一到站保全和站務人員馬上堵住門口 就怕人跑了 門一打開遠景和熱心民眾 急忙把這名失控的男子架出車廂 他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被團團包圍 手上的雨傘已經扭曲變形 這裡唯一的一名警察當時剛好受訓結束 在台北車站等捷運 站務人員要求幫忙上車壓制 直到台大醫院站大批警力才趕到現場 穿著黑色長袖的男子 就是被架離車廂的旅客 左邊站著兩名轄區派出所警察 還有捷運警察機保全 一共六人到台大醫院站處理乘客糾紛 救護人員同步到場 評估後認為他已經冷靜下來 在站務人員陪同下離開捷運站 捷運車廂內幾乎每一個門 都會有一個這個緊急通話鈕 按了之後就會通報到行控中心 再由他們通知保全或者是警方到場處理 這次在中山站有人按了求助林 捷運行控中心收到訊息後 通知保全及接警 不過同一時間 有民眾打110及119 所以轄區警方和消防人員也會到場 當時我們同仁在台北車站月台的時候 因為他是到隊部講習 所以說他看到狀況 立即陪同站長上車處理 正巧是捷運警察的講習日幫忙壓制的陽性員警 已經在捷警隊講習結束 要搭捷運回到位在小碧潭的分隊 沒想到就遇到衝突事件 就算一個人還是二話不說幫忙 過之也曾因為護鈔揭穿詐騙 保住富人辛苦錢 這回又出手化解危機 TVBS王金螺蘇派與蘇凱成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